2020不是最棒的一个年 却发生了最精彩的地区界大事 让我们一起来回顾 Hello Art 大家好 我是吉儿 什么 山上龙说他破产 而且大海宝剧作 消息玉全罗 大家现在都用IG来宣布消息 在6月的时候 山上龙说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 开开Kiki正面临了破产危机 而他也被迫放弃了童年梦想 同树9年新写制作的电影 Jellyfish Eyes Part 2 将改以影集的方式推出作品 咦这会不会是村上龙的影集广告呢 让我们继续关注下去 抗疫期间 Instagram成为了艺术家和厂家很大的交流平台 Art and Quarantine 也成为了一个最热门的活动 居家检疫的时间长了 卫生纸也能变出新花样 2020年全世界都抢购卫生纸的奇观 还加上用卫生纸 水果等等日常用品 打扮成大师化作的艺术防疫小剧场 都成为了网路的新风潮 艺术收藏也成为了名人名流的新嗜好 卓杰伦陆陆陆续续在Instagram上贴出了 自己近年收藏的高价画作 成为新世代艺术藏家中的佼佼者 喜欢艺术品不一定要买回家 也可以把自己变成艺术品 阿姆斯特丹的艺术迷创建了一个账号 掀起了全球在家工作防疫的仿名画挑战 Hashtag串联了各种语文的艺术防疫挑战 数十万篇的贴文 报效程度撼动全球 还有各大美术馆也群起响应 其中还带动了一个策展人的挑战 叫做谁的屁屁最美丽 2020年有一件事情不得不及 它不是艺术品 却是大自然最珍贵的创作 人类史上最昂贵的恐龙 就出现在2020年的拍场上 暴龙T-Rex Stan 由188块骨骸组成的Stan 是目前保存最完整的两座暴龙标本之一 10月6日 在纽约加士德的拍卖会上 史丹以台币9.1亿的惊人天价卖出 创下了最高拍卖技能 远远高出原先预估的两亿三千万 2020虽然不景气 却拍出了最昂贵的一幅画作 8450万美金的 法兰西斯·培根三连品 来自英国爱尔兰的画家法兰西斯·培根 有许多传奇故事 英国女王这层说 我知道培根她都画很丑的人 培根在1962到1991年间 创作了28幅巨幅的三连作 这次卖出的作品灵感 源自于古希腊的悲剧 苏富比在全球直播中 以8450万美元 约台币25亿的高价 拍出了Francis·培根的 巨幅画作三连品 让她的传奇再添一桩 第二高价是来自明朝的画家吴斌 十面零笔图卷 以美金7942万元成交 紧接着是博博艺术家 李奇·登斯坦的创作 《罗女与欢愉画》 以美金4624万拍出 缤纷鲜艳的色彩 是Royalicious &的特色 英国画家戴威·霍克尼 尼克尔斯·峡谷 则是排名第四 成交价是4106万美金 这也是其个人 艺术风景画的最高价位 第五名 是元朝画家任人发的 《武王最归图》 美金3953万成交 第六名 塞·汤姆布雷的《吴提》 以美金3868万成交 第七名 《长玉》是拍卖《长盛君》 号称一个女人要一役 绿色背景的《四罗女》 以3331万美金卖出 画作中 他握着四位罗女 《长玉》的女人大腿 非同小可 还曾被诗人徐志摩 戏称是宇宙大腿 第八名 就是刚才的暴龙 Stan了 大家还记得他的卖价吗 第九名 则是罗斯科的《吴提》 3127万美金成交 第十名是马登的油画 互补 以美金3092万元 约台币8.6亿元成交 疫情也影响了疫情 催化了网上展览的重要性 实体展览纷纷停办 例如巴塞尔艺术展 在2020年全面改为线上展厅进行 除了开放前48小时VIP限定之外 剩下的时间都是免费开放 艺术展览标杆的巴塞尔展览率先举办 为艺术展览的架构 豁然打开新局面 2020年5月 一名美国非议人士 手无寸铁被白人警察重压致死 反种族的歧视运动 黑人的命也是命活动 也火速在全球各地展开 易文界时尚圈纷纷响应 大家呐喊着 除了巴塞尔亚 你还知道哪些黑人艺术家呢 于是英国版Vogue 9月号的封面 也首次发布了两位黑人艺术家的作品 在台湾11月 知名广播主持人马世芳 也为自己身为乙方 受到的不平等谈判发出宣言 在网路掀起热议 经过协调后 我们可以继续观察 未来政府单位采购作品时 著作权是否能朝着 甲乙双方共享共有的方向前进 2020大世纪 值得为平权打开大门 记上一笔 纽约苏富比线上直播晚拍现场 王俊杰的行之国度 原先估价6到8万美元 没想到 开拍瞬间 狂飙到50万美元 共有来自16国 59名藏家参与竞标 最终以180万美元成交 折合台币5076万 卖家大惊喜 因为两年前 是以2.2万美元买进的 两年后涨了67倍 疫情期间 草菅民生也罕见了 发出了一封信 提醒大家 艺术家们 不要低落了心情 而是要更奋发向上 他也大喊 新冠退散 干净着手就是安全的手 这是草菅民生 发布的一张Instagram笑项 他说 在这个历史威胁中 有一小段曙光 指向了未来 让我们愉快地唱着这首 带来光辉未来的歌曲吧 草菅民生 这么可爱地 喊出了卡通式的一封信函 更在结尾庶民中 他说自己是世界的革命家 看到草菅民生 已91岁高龄 还在创作的路上奔跑 这是不是一记强心针呢 带给我们无限的力量 最厉害的事情 便是在你不意料的时候发生的 英国艺术家创造了一个活动 叫Artist Support Pleach 只有一个hashtag 就创造了最大的艺术产值 我们今天也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 他们创造了台湾版 来宾来了 哈喽 我是王健阳 哈喽啊 朋友大家好 我是张礼豪 那时候其实是因为 英国的一个艺术家的关系 Matthew Bruro 对 因为他在英国发起了一个这样的活动 然后透过hashtag来串联 然后让大家每个人交200英镑以下的作品 然后你每卖1000英镑就要买200英镑的作品 那我就觉得说这个模式其实很特别 我觉得说可以透过这个让世界的人看到我们 那时候我在号召的时候 其实李豪就跟我说了一句话 不如你就自己来试试看 办一个台湾版 号召台湾的艺术家一起参加这个活动 这样展览也取消有点闲啊 对对对 因为一起加油活动是两个月 然后这两个月其实我们创造很多 就是我们那个 其实是一个脸书的社团 对 我们用一个脸书的社团叫一起加油 然后这两个月内有五万五千个人加入 然后我们总共售出了大概有八千件的作品 建阳可以分享一下你在后台看到的一些分比 其实男女其实是各一半的 然后再我觉得时间上其实是晚上的 大概八点到十一点这段其实非常疯狂 而且其实我觉得在一起加油还蛮特别 就是其实一天里面大概会有五百件作品 会po出来 然后每一天的平均是大概成交五十件 像一起加油这样的热度 现在要怎么延续呢 因为这两个月的期间我们做了这样子 其实我们就发现其实很多台湾的艺术家 创作者们都很需要这样的平台 所以我们结束以后我们其实办了一些活动 然后去听听每个创作者的心声 所以我们就觉得说我们想要再延续这样的平台 所以我们就用了一个新的平台叫WithR在一起 这样是我自己也有收一些嘛 那其实就是用一个我们还能负担得起的价格 去支持艺术家 然后让艺术家也能变成长家 然后能够让这个东西在产业里面活跃起来 今天谢谢两位一起来参加 刚好也是一起加油这一个活动 然后他把自己的作品用相对这个美好的价格 然后我们又刚好捡到 根本没抢到人都在哭 然后私底下马上就有好朋友说 问要不要加加让了嘛 对不对 对 对 对